中国日报网7月11日电在日本各地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时,作为日本最高领导人的安倍首相,居然和一群国会议员在欢笑喝酒。 这一照片流出之后,引起了社会舆论,与日本在野党的猛烈批判。 日本新闻网10日报道,8日夜,九州地区和禁击地区,遭遇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的袭击,到今日为止,已经有154人遇难。 就在当夜,安倍首相和执政的自民党干部,部分国会议员,一起在赤板的众议院议员宿舍楼里,居行了肯亲会,一同参加这一聚会的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。 随后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聚会的照片,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批判。 自民党国会对策累员长分山玉国于当天举行记者会,向社会各界道歉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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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